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一下攝影日常 那我們今天要來拍攝一個網拍的產品 就是我們如果想要在網路上 二手啊 或者是販賣一些產品 蝦皮啊 什麼 各種網站你想要販售的東西 你要在販售的時候 你要放一張照片嘛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拍攝那張照片的部分 那今天我們要來拍攝這個顯卡的部分 因為我想說我再不把它拍賣掉 那應該它就沒有價值了 呵呵 那我們就來開始加設我們的攝影器材吧 今天我想要拍攝的感覺 就是有點lowkey 有點就是黑黑很神秘的感覺 很酷的感覺那種風格 那就是局部的光源在這個顯卡上面 那其他地方應該是黑色的 那我們就來想辦法架設一下 OK 那燈光這些東西差不多架設好了 我們來稍微分享一下 反正我們就用一根Boom桿 拍攝南光的Forza 60C 一個彩色的COB燈架到上面 然後用Fernel跟四葉片去控制我們的光線 不要照到後面的牆壁 我們把燈打開一下給大家看 像是 這樣 就我們比較少照到牆壁的部分 就是稍微控制一點它的光線 然後後面呢 那裡是一片CR-LS 25公分乘25公分 那下面是一盞閃光燈 如果想要補一個 嗯... 稍微勾勒 然後但是是柔和的光線 那我們要這樣子準確的控制光線 又不要照到旁邊的東西 所以我們用了CR-LS 下面的閃光燈 我用焦段最長的焦段 然後還是會照到旁邊 所以我們下面又再加了黑鋁箔這樣包著 讓它完美的 完全不會照到旁邊的牆壁 那個CR-LS是3號 就是柔和 比較柔和 比較廣的照射範圍 然後下面那一盞現在紫色的那一個是 LMQ-RX7 然後加上那個蜂巢 就是格子啦 小格子這樣子 然後一樣也是準確的控制光線 因為我們不想要讓它一個 180度大亂照 照到我們旁邊的白色牆壁 所以就前面有蜂巢 好啦 就這樣子 所以就是無限閃燈 然後還有兩盞的持續燈這樣子 包夾我們的顯卡 顯卡在哪裡呢 我想說拍攝的時候 我們的顯卡就這樣子手拿著就好 就不需要說 我們再去想辦法拿什麼 釣魚線那種細的尼龍繩 去把這個顯卡 飛到一個空中 因為我想要讓它 呈現一個比較神奇 可能就飄在空中的這樣子 就是一個很酷的角度 所以放在桌子上是不可行的 那 反正我們就用手看看啦 因為我想說 我們像是拍賣這樣子 用手拿著看起來比較 哇塞 好像是真的產品一樣 不是那個電腦 繪圖3D Render的影像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直接來拍攝看看囉 OK 我們已經拍完正反面 那我覺得都還滿棒的 而且我們一次到位這個燈光的組合 就是我原本其實只是想像中 我就是差不多想要它的葉片的紋理啊 然後有那個很酷的風格 然後勾勒一點顏色在下面 像是那個紫色的燈在下面 讓它有一點不一樣的感覺 但那個只是想像 然後把燈放好位置 但是實際拍攝 哇塞真的是超級完美 就是沒有任何動任何東西 就是燈光位置都就是已經定好 跟想像中一樣 然後拍出來也是非常完美 我覺得超讚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繼續拍攝 因為我們正反面的顯卡已經拍攝完了 然後我們要來拍攝一些小小細節 就特寫啊 像是因為我想說 那個旁邊的可能一些 它的Logo啊還是什麼的 我就把一些小小細節拍攝一下 就換個鏡頭 然後想一下該怎麼繼續執行拍攝 應該就是手持吧 嗯哼 看看囉 OK 那我們就這樣拍完整張顯卡特寫鏡頭 那我們剛剛是直接把這張顯卡 放到我們那一隻大鋁角上面 燈架上面 那我們不動顯卡 那我們去動我們的相機跟燈光 來拍攝不同的位置 顯卡上面的小小細節 像是我們的風扇啊 我們就打一個膩的 然後再反正就是去稍微微調一下 我們的燈光 來符合我們每一個產品細節的質感 跟你想要呈現的東西 那比較有難度是這個 就是HDMI 這個接孔IO的部分 那因為它這些洞很多 然後後面又空空了 那我想要拍到裡面有點細節 然後這個洞也要有細節 就是我們的接口很小 也要把燈這樣打進去 所以我們就是都在勾勒這個輪廓啦 然後面再打一個讓這些很酷的 就是裁切的框框也把它輪廓勾出來 分這個是比較稍微困難一點的部分 那其他都還蠻OK的啦 就風扇啊 然後這個排 風然後就 對啊 就這樣順利結束了 那拍攝實體的產品我覺得這樣清潔非常非常重要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功夫 因為你幾乎是拍一張照片 你就要去吹一下灰塵啦 因為我們就是拍一些很特寫細微的局部這樣子 所以那一點點的灰塵就很容易出現 那因為我沒有任何的助理 所以攝影助理其實也還蠻重要的 那我現在是沒有攝影助理的狀態 我就要自己拍一張照片然後就去吹兩下 然後把那個什麼灰塵啊 什麼亮亮的灰塵這樣全部吹掉 然後如果上面有油 就是你指紋啊 或是油紙 那拍起來也是蠻明顯的 所以你也要就是想辦法把它仔細擦乾淨 然後我剛剛如果還有一些擦不掉的東西 你就還要噴酒精 去把它細微擦拭完 然後再把它吹乾淨 那如果真的是用不掉的話 你還要用手在那裡把那個灰塵一根一根這樣拔起來 真的是要花蠻大的功夫 這就是產品攝影小小的細節啦 OK 最後我們今天是攝影日常分享的影片 大家喜歡這影片按讚 訂閱我的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攝影相關的playlist 就是日常創作的playlist 請注意一下 我的名字是Kyewan 我會見你們下次見 拜拜